立委段一康日前踢爆 中央社要求记者拉广告 文化部委托律师会计师组成专案小组 针对中央社新闻与广告混淆 及行销奖金发放事宜 三度前往查核 周二公布初步结果 证实中央社确实有让记者 主管招揽广告与业务行销 并领有奖金 文化部调查也发现 中央社有部分新闻内容处理 与广告混淆 误导阅听大众违反新闻伦理 无论是国家的公营的 或是自营的 包含商业的这种新闻内容 都不应该让这些 就是业配直接进到新闻部里面 对中央社来说 因为它具有国家的预设的地位 更不应该要求新闻地址去做业配 文化部表示 他们每年捐助中央社 近三亿元预算经费 对中央社负有监督之责 对于中央社奖金发放流程 与变更奖金比例 有违相关规定 文化部已经要求中央社更正 并要求他们先进行内部就责 责任归属将在下周明朗 中央社董事长陈国祥表示 9月1日起 已不再请记者协助业务 也召开董监事会 大幅修改营销奖励办法 完全排除新闻部人员 参与行销广告业务 生活中心台北报道